有間療癒師阿虹陪你聊心事 現場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勝宏阿虹心理師 我们上一集聊了那本书叫做 连我都不了解自己内心的时候 那当然从八个章节里面 挑了一些书里面的提问 然后来分享给大家 我在里面感受到的想到的看见的 那这一集呢我们要来切入的主题 要聚焦在身心障碍的朋友的这个角度 那那一本书当然不会有这个角度 所以我透过我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来分享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跟一般人一样 我们当然也有一般的主题 家庭啦工作啦等等 也会有不了解自己的部分 可是有一个跟一般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的障碍 我跟我的障碍也常在打架 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状态 那在打架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那那个打架呢 它又不断的会去勾动我们的心情 那这个心情也没有办法透过一般的这个书籍去找到答案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能够给大家什么样的视野 所以这一集我定的主题叫做 怎么和我的障碍和平共处 意味着也就是有一些朋友 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 障碍虽然我们都在适应它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他在提醒我们 我是一个障碍者 我是一个不方便的人 我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我要跟别人竞争的时候 别人可能会另眼相待 等等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议题产生 就是那我要努力 我要能够跟一般人竞争 所以我要表现出我最完美最好的那个部分 有些人会困在这个状态里面 于是乎呢 就不断的要去证明自己 要让世人看到 我其实虽然有障碍 但是我的表现还不错哦 那我这里定了一个主题哦 就是当你相信自己够好的时候 你就不用总是必须向这个世界证明什么 这一句话呢 是一位心理师叫周慕兹 他这个心理师所说的话 周慕兹在这一两年 在这几年非常非常的 很多人认识他 因为他写了几本很畅销的书 情绪勒索啦等等的 那大家也许有些人看过他的书 我觉得他这一句话讲的非常的一针见血 而且很值得拿来放在大家心里面 尤其是我们对自己如果比较没有信心的 或者是一些障碍的朋友 我们会不会花好多时间在证明自己啊 可是你有看看你自己 其实你有一些部分是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即便没有很多部分很不错 但是你有看到你自己有不错的地方吗 意味着也是当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自己有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也不一定要去证明自己 因为你就相信自己做得到做得好 好那怎么来谈谈这个话题这个主题啊 我一样从两个角度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障碍是一个或许对某些人来说 一眼就会被发现的一个状态 当然有些是比较隐性的 我们不一定一眼能够知道 他有什么样的障碍 可是呢当我们去求职 或者是做很多的这个学习 然后他填一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 嗯 陷入一种犹豫 我的障碍要不要被看见 好那这个是比较隐性障碍的朋友会遇到的问题 但如果比较显性的障碍 哎呦我们好像好难隐藏我们的障碍 于是乎我们就共同会有一个 嗯心里面的困扰 叫做别只看我的障碍 别只看我的障碍 这句话应该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放在心里面 嗯 甚至一定是一些人心里面的呐喊 好像我们每次都被看到障碍 没有看到我们其他的部分 但我要反问哦 从心理师的角度要反问 别人不看我们的障碍可能吗 别人不看我们的障碍可能吗 那如果他是可能的 哎恭喜大家 可是如果他是不可能的 那能怎么办啊 这就是我第一个部分 会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地方哦 第二个呃角度会来谈谈自卑 自卑呢 嗯可能不是一个大家喜欢的名词 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有不太一样看自卑的方方式 哦 跟视野 其实自卑有时候是让一个人能够不断的进步 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 不断的向自己挑战 不断的去创造很多自己原来做不到的事 那个自卑很有可能是很多人的源头 可是在呃超越自己在努力的前进的过程当中 也不要力气花得太大 然后大到自己很难负担 好那怎么样从中找到一个平衡 这是第二个部分会跟大家聊一聊的地方 好那先来看看 别只看我的障碍可能吗 做得到吗 呃要谈这件事情呢 我很想要从几个庄子的故事里面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庄子里面呃有一个篇章叫做德充福 这个篇章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障碍者 非常的特别 好那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些故事 很值得让我们呃好好的仔细的去感受 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些想法跟障碍朋友的处境 跟我们的遇到的一些议题有什么样的连结跟关系 那呃在这一个德充福首先第一个预言呢 我要来讲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都是去见皇帝 那呃如果是看YouTube上面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有原文 然后你也看到有语意的翻译 那如果听Podcast的朋友呢 你不用管那个原文跟语意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到底在讲什么 呃因为把它都念完了 对各位来讲也很辛苦 你只要听我说故事就好 那我说一开始先谈两个去见皇帝的这个呃 一般的平民百姓 这两个人呢 当然身体都充满了很多很奇怪的残疾 那首先第一个人呢 这个人叫做知离无胜 哇这个名字好特别 他去见魏林公 那魏林公见到他的时候 哇这个人长得真的很奇怪 他不但长得又拐脚驼背 就是缺嘴 就是那个嘴巴也长得很奇怪 然后脚也不方便 他还驼背 然后跑去见魏林公的时候 魏林公好喜欢他哦 然后慢慢的呢 就忽略他原来是一个拐脚 一个驼背 一个缺嘴的 这样的一个长得很奇怪的人 越看越顺眼 然后反而觉得 诶别人长得好奇怪哦 因为看这个人看顺眼 反正觉得怎么会 别人长得跟他不一样呢 这个到底人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往下看下去 另外一个人呢 叫做 望昂大隐 他的名字都好奇怪哦 好那他去见谁呢 他去见魏桓公 见魏桓公的时候 一样哦 这个人 他呃 就是身上长了一些瘤啦 他长得很大 然后长得也很奇怪 反正都是一些怪胎 那同样的魏桓公 看久了越看越顺眼 反而觉得别人哦 怎么脖子长得那么长啊 好别人长的脖子怎么没有跟他一样哦 刚刚好其他的脖子 长得比别人还粗 粗很多 因为长了瘤嘛 然后在脖子上面长一颗瘤 看起来就很奇怪 刚开始看很奇怪 可是看顺眼了 反而觉得别人的脖子太细了 魏桓公有这种感觉 好那他给了一个 庄子给了一个启发 他是这样讲的 原文是这样讲 我待会讲给大家听 是什么意思哦 德有所长 行有所望 意思是说 一个人呢 当他如果有一些 他的这个优点被看见了 他的德性 就是他的好处被看见了 慢慢的他的缺点就会越来越渺小 举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听 大家可能比较有感觉 就是很多人都认识 萧黄奇这个歌手 都知道 他唱歌唱得很好听 那我会问各位 当你去听萧黄奇的演唱会的时候 是因为他是一个盲人歌手 然后你跑去听盲人歌手唱歌 是这个角度 还是因为 萧黄奇唱歌真的很有power 非常有震撼力 你会觉得去听他的歌 真的太开心了 太舒服了 我相信很多人是后者 好那这就是刚刚所说的 德有所长 行有所望 当一个人的优点被看见的时候 他的形体长得怎么样 就已经不太重要了 好那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当然不是每个人做得到 可是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你如果真的觉得 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 不要一直看我的障碍好不好 好那我们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可能就要有一些 盖过你障碍的这一些优点会被看见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恭喜你 你可能可以跟萧黄奇一样 大家去听你唱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盲人歌手 去听你唱歌 而是因为你唱歌实在太好听了 好这是庄子这个预言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好来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个预言他在讲什么呢 他在讲的 也是一个长得很奇怪的人 这个人呢在鲁国 鲁国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国家 那有一个人叫做苏珊无子 就是没有脚趾头的人 没有脚趾头的人 然后跑去找那个孔子 跑去找孔子 那因为他都是庄子杜撰出来的 然后网路上面的朋友不要 就听了这个故事 然后就开始觉得 那孔子好像境界不太高 不是不是 就是因为庄子 他其实写预言故事的时候 没有特别去考虑到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 我们应该尊敬的人 那甚至有时候他会拿 他的预言故事来嘲讽某些 我们尊敬的人 也就是 底下讲的这个故事 是庄子他杜撰出来 不是真的有一个人跑去找孔子 好解释完毕 我要说的是这个 这个苏珊无子 就是脚上面 没有脚趾头的人 然后用脚后跟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慢慢走 走去找那个孔子 找去找孔子 那走去找孔子的时候 孔子哇 看到他吓了一跳 你怎么会没有脚趾头 然后心里面就开始猜测了 哇 一定是因为你做过一些不好的事 然后古代有一些刑罚 做过不好的事就要被惩罚 那惩罚有很多种惩罚人的方式 那你的脚趾头一定不是天生就没有脚趾头 一定是因为你做错事 然后脚趾头被砍掉了 那你这个人有污点 你还好意思来见我这个圣人 我是孔子 我是圣人 那你真的好意思来见我 好 那这个孔子呢 当这样子表达给这个苏珊五指听的时候 哇苏珊五指听了就觉得 嗯那你的境界不够只是到这里而已吗 你都只会看一个人 然后去猜他有缺点好吧 那即便我以前做做错事 可是我有一个污点就代表一辈子就完蛋了吗 我不能悔过吗 那我有这个污点在 难道我没有其他的优点吗 就很像说一个障碍的朋友 我们不管是你 常听到有人说 你为什么会有障碍因为业障 好啊那就算我买单 我真的是业障的关系就算了 就算我是业障的关系 然后才变成一个障碍者 难道我没有其他的好处吗 就算我真的是因为业障而变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都只看到我的业障 没有看到我其实很善良 很不错的那个部分 这就是这个预言里面 会点心我们的一件事 就是虽然前面的预言告诉我们 一个人有可能透过你的优点的展现 哇你就跟消防期一样 大家就看到你很会唱歌 可是会不会还是有一些人 他即便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圣人 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还是有可能只会看到你的障碍 好就如同这一个预言故事 他所说的 连孔子他都只会看到 这个苏三五指的障碍 那一般人 怎么会忽略你的障碍呢 好那给大家这种感觉 不是要让大家落入一种绝望 哇那这样子我在什么好的表现 还是会有人只看到我的障碍呀 那这样子我不是一辈子就很难翻身了吗 那如果人家认定我就是一个 这个业障带着业障来的人 那我不是一辈子都只能带着这个业障 行走于人世间吗 这样怎么办呢 当然前面的预言故事 还是值得参考 第一篇预言故事 就让大家有一种期待 还是有可能的 你只要好好的做好你自己 有一个好的表现 会有一些人看到你的那个优点 但是也请放过自己 你不要要求所有的人都会 只看到你那一个 好的那个面向 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面 如果我们去做那个民意调查 就是在心理学的角度 怎么看一般人为什么都只会看到我们的障碍 好 那嗯 这里面呢就要谈到几个 在心理学里面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一些 专有名词一些概念 那我都会解释它给大家听 呃 大家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如果有一张白纸 这张白纸上面呢 你在中间点一个黑点 那 拿着这张纸去问人家说 你看到什么 我相信99%的人 看到你那一张白纸 上面点了一个小小的黑点 你问他 你看到什么 他就会告诉你说 哦 我看到一个黑点啊 那你会不禁要问说 啊你 看到小小的黑点 难道你没有看到旁边 很大一片通都是白纸吗 啊 我们人呢 就是很容易聚焦在那个最显著 最明显的那个地方 这叫做知觉显著性 知觉显著性 就是你的 呃 最明显的那个东西 很快人家的焦点就会放在那里 然后你就问人家说 你看到什么 他就很直接告诉你 他看到最明显那个东西就是他看到 好一个障碍者呢 坐轮椅 坐轮椅只是他的一部分啊 就是脚不方便啊 然后他坐在轮椅上 然后你人家 如果去问人家说你看到什么 他就看了告诉你说 哦我坐到看到一个坐轮椅的人 因为这最明显好 然后呃一个看不到的人拿着手杖 然后你问他说你看到什么 他就告诉你说哦 我看到一个盲人拿手杖 哎 那盲人拿手杖 手杖只是占了他看到的画面的一部分 然后盲人哦他可能看到他眼睛不太一样 也只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可是 为什么 他只会讲 呃他看到的就是一个盲人拿手杖 这叫做知觉显著性 就是我们很快的 就会把那个焦点放在他最明显的那个地方 哇 这个就会让我们有一点头痛了 然后有一点头痛 底下呢又讲到一个 我觉得嗯 也是让我想很久 就是我们怎么突破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要接受人就有这个现实嘛 那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办 知觉显著性哦 底下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归因偏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凡是哦 凡是他看到的一个呃 一些行为 然后嗯 又看到哦 他就是一个障碍者 好 那他就很快的就把这个障碍跟那个行为就连在一起了 好就是哦 就是因为哦 他是一个看不到的人啊 哦就是因为他坐轮椅啦 好 所以才会怎么样 哎 不一定是有相关的 好 不一定有相关 例如说 呃 看到一个 一个 障碍的朋友 坐轮椅 然后在那边很专心的在打电脑 打字 然后呃 旁边的人 如果互相在聊天 然后就 就聊到说哦 哎你的同事好认真哦 好那他们的对话可能就会这样子说哦 对啊 啊因为他坐轮椅啊 啊就是 嗯不像我们哦 好像嗯 想到就会去拿东西来吃啊 他比较容易专心啊 哦 因为他坐轮椅才会这么的认真 哎呦 这叫做归音偏误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搞不好是因为这个坐轮椅的朋友 他本来就很有耐心 根本不是跟坐轮椅有关系 他今天不坐轮椅 他一样有耐心 可是我们好容易 好容易就把那个看到最明显的那个东西 然后归 归音看到那个发生的事情哦 哦就是因为那个关系啦 好 这个呢 呃现象就是让很多人会很难过很伤心 就是为什么只会看到我的障碍啊 因为知觉显著性啊 你就是最明显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这里有给大家一个名词叫做选择性注意的现象 然后他不会注意别的地方 就只会注意到你最明显那个那个部分 然后他要做了一些归音哦 凡事呢 跟嗯 呃他所看到的事情 能够能够尽量都往障碍那个地方去解释 他通通解释到那里去 好的是这样 不好的也是这样 好比方说 在这个呃 呃 环境当中 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哦 那个嗯 障碍的朋友呢 呃可能是 要交到男女朋友很困难 好那为什么会很困难 因为他们呢就是呃 行动不方便 好那所以呃 要去约会也会比较难 好然后就有很多那种 哦就一切都是因为跟障碍有关 一般人会这样归因 障碍的朋友自我也会做这个归因哦 不是说哦 知觉显著性然后最明显那个部分一般人就这样看你 其实我们问问自己 别只用障碍来看我 这个问题 会不会也放到大家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用障碍来看自己 很容易哦 不管发生什么事啊 都是因为我看不到啊 都是因为我听不到 都是因为我呃 脚不方便 我们会不会很容易这样子去归因 好那 那如果你很容易哈做这个归因 那你可能可能底下要谈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 哦 当我们看到有很多社会大众哦 就是嗯 对对待我们的方式 我们都猜他一定是因为障碍的关系才会这样看我 然后他一定因为呃 哎我在路上呢 呃这个这个走走路的时候 然后别人会刻意的来帮我 哦一定是因为呃 他看到我很不方便他才会这样来帮我 哦 然后因为呃 路上呢 遇到有一些人他会筛钱给我 一定也是因为他看到我觉得我是障碍者 所以才会筛钱给我 好然后因为呢呃 我是一个障碍者 所以人家会求职的时候会拒绝我 也一定是因为障碍的关系所以他才拒绝我 你看我刚刚举了好多例子 哦也许你心里面前面哪个例子都会说哦对啊对啊对就是这样哦 啊后面那个例子也许有人会说对有些人就会说不对哦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底下要谈的这个叫做聚光灯效应聚光灯效应哦什么意思呢呃这个聚光灯效应呢是有两位的心理学家他所发现的哦然后去把它变成一个理论这两个心理学家一个叫做 基罗维奇另外一个叫做佐夫斯基哈哈哈哈好那他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来的那个聚光灯效应提醒我们一件事其实在之前我们的分享的这个podcast跟跟呃视频也都有谈到类似的概念就是你每次如果都往那个我是一个障碍者去解释的时候 其实你就陷入到一种聚光灯效应的状态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们会很过度的高估我们的一些嗯呃身上的一些缺点啊身上一些怕被别人发现的问题好很容易高估这件事呃比方说我们很在意 自己自己脸上长了一颗痘痘痘只是一颗哦只是一颗痘痘我们很在意这件事情然后走出去就会觉得所有的人都盯着我的痘痘在看这叫做聚光灯效应可是是真的吗呃有可能人家只是嗯眼睛少过就刚好看到你的痘痘 那便没有在注意你的痘痘根本没有好但是我们会放大这件事情当我们是一个障碍者走出去就觉得所有天下人一定都在注意我是一个障碍者然后走在路上他们一定都盯着我看然后当我在呃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旁边一定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我然后在看我的笑话这叫做聚光灯效应当然没有错很多人呃呃 很显著了就会注意到你很明显那个部分可是他会不会一直关注你不一定好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我曾经有一个企业家他在小的时候呃发生了一件让他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在学校里面他尿裤子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呃来不及去洗手间就尿在裤子上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大家都在看着他哦然后他就觉得很羞愧一定所有人都记得这件事情好那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就不太敢跟同学说话然后就觉得大家都一定记得这件事情都一定会呃永远都会记住他曾经发生过这个让他很糗的事好那他小学就这样毕业了哦毕业了 好那呃后来事业有成过了几十年以后哎收到小学同学的一个邀约大家要一起去一个同学会好那他考虑很久一直在想我该去吗我去他们会不会第一个问题就呃第一个在聊天的话题就讲到说哦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小学一年级尿在裤子上面的那个人他很担心这件事情发生啊因为他觉得所有人一定 都会记得这件事那是他最糗最糗的一个很难抹灭的一个呃污点好那后来呢嗯挣扎了很久他还是决定哎呀同学很久不见去看看大家好了结果他去了以后酒过三旬啊那大家奇怪都没有聊到这个话题那因为大家都喝酒了所以他就胆子比较大然后就问大家说哎你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吗 那你们刚刚聊了很多你们还记得有一件很重要很重大的事情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经尿在裤子上结果他面面相去有吗有这件事吗我们怎么都没有记得一点印象都没有哎结果全场唯一记得的就是就是这一个当事人这个企业家好那这个故事呢嗯要点心我们的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 过度放大我们最怕被别人发现的那个弱点或者是哪一个最怕被别人发现的那个特征你有吗如果有的话请提醒一下自己你可能陷入聚光灯效应聚光灯效应好那嗯其实这件事情对各位来说我想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你每次都觉得 觉得别人都在关注你的那个最怕被别人发现的那个不好的特征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应该不会因为聚光灯效效应告诉我们就算99%也一定有1%的人根本没有在注意更何况我夸大了夸大了根本不是99%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注意你而且看过也就过了 他们根本就不会记得这件事情好因为人的记忆是很片段的然后人也会注意到很多很多周遭的事情不会因为你的这个小事然后他就一直都记得哇你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请放心请放心你的缺点就算再明显人家看过也就过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聚光灯效应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庄子的故事 庄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人间事里面好那庄子他讲什么呢 这个故事在讲的是一个知离书的故事 知离书他的名字还是一样很奇怪 好这个知离书他真的长得很奇怪 好你就想象知离破碎的一个人 知离书他就是严重驼背 那驼背到什么程度反正嗯呃身体呢就是左凹右凹然后这里不该凸的凸那里呃不该凹的凹好那长得非常的奇怪这是一个严重驼背然后呃走到路上可能大家都会注意到他 啊注意到他会不会记一辈子可能不会啊这样的一个人哦这样的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哦这样的人呢他发生了一些让我们还蛮值得好好想一想的事情哦他发生了一个事情是嗯大家都会很好奇哎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样能够 就可以 养活自己啊就会 结果他还不错他有一技之长哦所以他平常呢种一些田啦喔然后帮人家修补一些衣服啦喔等等的这一些雪哦那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好来 不只是在他们家能够养活自己 而且他们家有十口人 这是有十个人 那这十个人都靠这个支离书 帮人家缝补衣服 或者是种种稻田 然后把这些稻米稍微做一点处理 那透过这种方式 他可以养活自己 还可以养活全家 他有一技之长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重点在底下 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代 就是一个很混乱 然后早上还活着 不知道下午会不会因为一场战争 然后就离开人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战乱的环境里面 国家都是需要有一些兵力 然后就征兵 看到年轻力壮了 赶快叫他去当兵 所以那种年轻力壮的人呢 就很快的就被抓去当兵了 抓去当兵呢 当然不知道会不会活着回来 所以在那种战乱的环境当中 大家都很怕 最好不要轮到我 可是也由不得你的选择 可是支离书他很特别 他因为长相很奇怪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哦你是这种重身体 你怎么去打仗 所以当要征兵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想到他 然后就会想说 换别人换别人 然后叫别人去 于是乎呢 他就可以悠哉悠哉 在家里缝补衣服啦 种种田啦 然后好好的去养活 他们一家子人这样 那等到 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 国家总要做一点事情啊 然后就开始振灾 那振灾的时候 看看谁需要啊 支离书 像你这样的这么辛苦的人 应该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照顾一下 这样的人 所以当国家振灾的时候 第一个就想到他 然后就 就给他一些粮米啦 给他一些钱啦 好奇怪哦 当兵的时候 没有他的份 可是救济的时候 有他的份 他还可以安然 悠哉悠哉在家里面 好好的缝补衣服 赚外快 你看到底障碍是好还是不好啊 这里要点心我们一件事 就是 你如果一直把 很多很多的 这一个焦点 放在你的障碍上面 然后都觉得 我的障碍误了我一生 然后让我 好多好多事情想做都做不了 然后到哪边呢 大家一定都只会看到我的障碍 然后都不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机会 我一定会处处受限 这个时候想一想 刚刚所提到的 障碍真的都只带给你不好的部分吗 会不会有些时候 他也有一些好处啊 那拿来现在的环境 做一个小小的比喻 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 那我也觉得 只是当成一个比喻 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件事情 比方说 一个障碍者 他如果是一个重度的视障者 拿着手障 全忙 拿着手障的视障者 好 那他如果上捷运 要去搭车的时候 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运动员 身强体壮 可能是一个运动员 然后体力又好 人家看到这样 他这样上车的时候 会不会还是会有一些好心人 看到他 来来来 你这边坐这边坐 就让他有位置可以坐 那有一些人呢 他外观好好的 然后虽然呢 累得要命 快要躺下去了 可是他如果没有主动开口 或者是贴那个 我需要座位的帖子 别人可能也不会注意到他 然后就让他一直站 一路站回家 那我要比喻的意思是说 会不会障碍 其实不见得都只有坏处 他也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好处 以前呢 我就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去看棒球赛 然后看棒球赛的时候 大家在那边排队 其实我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排队 那我那天遇到非常非常 窩心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也觉得 看不到的人在那里排队 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们不知道 前面的路队在移动 那对我们来讲 有一点困难 那当天呢 在排队的过程 就有工作人看到 诶 是这样的朋友来看球赛 然后就把我们接到前面去 跟我们说 不用排队 我们直接拿票给你们 进场就好 那一天我们就没有排队 那我当时很心很不安 但是后来想一想 真的看不到要排队 也有一些困扰和麻烦的地方 那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会不会有些障碍 我们都只看到它的缺点 说不定也有刚刚 庄子里面提到这个预言 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你有没有看到障碍 带给你的好处啊 好 好 来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一些 现场的提问 有一题 最近我打算找工作 有些人建议我千万不要在履历上 写出自己的障碍 因为写了应该就没机会录取了 但也有人告诉我 法律上针对身心障碍朋友 有雇用上的保障 到底我应不应该在履历上 写出自己的障碍呢 这真的是一个大灾问 要写跟不写 它都有它的考量 那之前我们的几次的音频 跟视频都有谈过 社会对障碍者的确是有看法的 所以我们如果写上去 可能它的刻板印象就跳出来了 然后说不定就决定 你有没有机会去面试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没有写的话 我们心理的韧性和强度就要够 甚至于要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 到那个地方 假设我们的障碍是会被发现的 然后我们上面没有写 对方呢 有可能因为 你人都来了 那就让你来面试 还有可能更认识你 说不定就有机会 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好准备 到里面去 人家问你 你的障碍的问题 那你怎么克服跟解决 我们都不知道 那有去跟没去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那我要表达意思是说 其实写跟不写 都是一个选择 写的障碍 有可能刚好人家要雇佣身经障碍者 诶 Bingo 然后他就会邀你去面试 那有些我们都应征一般的工作 你写了障碍 他说不定就没有机会给你 也有可能你没有写障碍 没有写说我是一个障碍者 去印证一般的工作 那虽然人家机会给你 但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进去 结果还是一样 我们就会被 请出来 然后你就白跑一趟 也就是 建议大家先问问自己 你要去印证的时候 你有想清楚 你的障碍 对这一份工作会有什么影响吗 那如果会有影响的话 你要怎么解决他 先在里面 先在家里面先做好一些QA 然后到那个地方去 你可以在雇主他提问之前 你就可以先告诉他 我家里面的QA是什么 你要不要参考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不写 他才要更有意义 好 我们往下看 底下要谈的是自卑 那有一本书叫自卑与超越 也就是心理学里面 看自卑这件事情 其实方向不见得跟一般人一样 我们会觉得自卑有时候 是带动一个人往上努力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动力 但是努力也要适可而止 像障碍的朋友 一定会有一些 生理上面的限制 心理上面的限制 你有没有适度的放过自己 那也不要太放过自己 太放过自己的话 你的机会跟可能性 也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就被你埋没了 好好一个人才 你就被埋没了 因为你埋没了自己 所以那中间的调和 待会最后会分享给大家 你怎么样去做中间的平衡 那总而言之 我们来聊聊自卑吧 自卑对障碍的朋友 有时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那我把它放到台面上来谈 你就会知道 自卑其实有分两种 一种叫自卑 一种叫做自卑情节 我们先来看看自卑 先看一下自卑 好 讲到自卑 就会讲到超越 超越 为什么自卑跟超越是有关系的呢 这里要介绍一个 前一段时间很红的一个心理学家 他叫阿德勒 那如果你有看过 被讨厌的勇气 不是阿德勒写的 是阿德勒的这个信徒写的 那他用阿德勒很多很多的观点 写了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 那阿德勒呢 提到了一个很关键性的概念 叫做自卑是人向上超越自己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动力 比方说很多很多的年轻 青少年的小朋友可能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高 然后就会跑去打篮球 那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够高 要跑去打篮球 因为阿一看到同学 哇他们都长得好高 我好羡慕他们 羡慕他们的感觉 就是一种我不如别人 我才会羡慕啊 如果跟他们一样 我怎么会羡慕呢 好 那我羡慕别人 也意味着看到自己不足的部分 那不足了以后 我就会有一种动力 就是我想要跟他一样 所以这个自卑呢 如果正面的角度去看他的话 他会是一个克服现状 然后去迈向巅峰 迈向不一样的自己 往那个自己理想的方向去发展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动力 人人有自卑 各个不一样 为什么会各个不一样 因为呢 当我们在面对自卑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从小其实都会因为 我觉得我不如别人 比方说 我好像不像大我两岁的哥哥 可以做到什么 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尝试 然后慢慢的成长的过程 我会觉得同学有做到什么 那我也要跟他一样 我们会去做一点努力 那努力是一个其实点 但是努力的结果 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是成功突破了 然后就过关 然后有些人呢 就败下阵来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正向去看待自卑 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往上发展 持续努力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动力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不足啊 才会需要往上自我的超越跟努力 好 那我们就要讲到就会说 那问题是我看到很多人他很自卑 他很自卑 我看他动都不动 然后就一天到晚很消极 然后很多事情你鼓励他 他也都跟你说不可能 为什么会变这样 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概念 自卑跟自卑情节是不一样 自卑跟自卑情节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刚刚提到说 一开始我们人都是因为 我要克服我的现状 然后我要影响更好的自己 然后去做一些努力 可是努力的过程 有些人成功了 有些人失败 那失败了以后 慢慢的就会累积出一种想法 就是这个我做不到啦 哎呦这个不可能啦 这没办法啦 也就是当我们自卑的这个动力 不断的再去做尝试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自己很多都做不到 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叫做无力感 无力感 当我们产生这种无力感的时候 那个情节就会出现了 情节就是我们根本不想努力了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她不想努力就是觉得我做不到了 她不做不到了 当她变成一种连想都不想想的时候 她就阴魂不散的跟着你 这叫做情节 自卑情节 好那问问你自己 在你的心目当中 有没有一些东西 有没有一些事情 是一跟你自己说 或者别人跟你说 你马上就会跑出来 哎这个我没办法啦 好那所以我也要说 不管是谁 其实大的小的不同的面向 可能多多少少每个人心里面 不是只有自卑 也有一些面向会有自卑情节 比方说 我就拿我自己来当例子吧 比较不会得罪人 我有自卑情节的部分就是唱歌 我没有办法唱歌 人家只要告诉我说 啊你唱歌啊 你来唱歌 我就会有自卑情节 我就会说不可能 然后人家说 那你学唱歌嘛 你来学乐器 我就会有自卑情节 就说我怎么学都学不会 可是 当我发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要提醒自己 也许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觉得我有自卑情节 那你们躲起来偷偷的练 偷偷的发现 我那个无力感是不是真的 会不会其实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机会 所以我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唱歌 那我可能可以躲在别人的背后 偷偷的练唱歌 这就是 每一个人面对自卑情节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 麻烦大家去感觉一下 你有没有一些 一讲到 你就会觉得 我没办法 有没有那种无力感的面向 如果有 那你就有那个面向的自卑情节 你要不要去克服它 好 那我们往下来看 当一个人不断的在自我超越 不断的在 努力向前的时候 不断的在 超越自己的极限的时候 有时候 会太忽略自己的需要 努力过度 努力过度 努力过度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它没有标准 每一个人的过度的标准 可能都不太一样 比方说 比方说 如果我的脚就是不太方便走路 那不太方便走路呢 人家如果有一句话就跟我们说 你不方便走路 那你坐车子就好了 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 可能当事人说不定就会有一种不服输 没关系啦 我可以走 我可以走 然后 人家 不要啦 你这样子 太辛苦了 你就坐车子就好了 不行不行 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然后 走着走着呢 走着就觉得 哇 我的负担好大 我快要走不下去了 然后人家看到你好像有一点点吃力的时候 旁边一句话又来了 没关系啦 你真的可以坐车啦 然后我们那个不服输的心情又来了 就会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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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可以我还可以 然后就继续撑着 其实心里面会知道 那一把词 什么叫做过度 所以每一个人 当你感觉到自己过度 没有别的标准 只有你自己的标准 当我们在努力的时候 我们在克服自己的障碍 其实我很不喜欢克服障碍这个词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生活当中 也经常都处在一种克服自己障碍 然后去做到自己可能本来做不到的事 那我要麻烦你 要放在心里面 去感觉一下过度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有些时候太过度了 我没有标准你一定知道那是什么 好 那为什么你会过度呢 因为我们不甘愿 不甘愿成为那个别人眼里 看起来好像 你就是不行 你就没办法 然后有人如果还挂在嘴巴上面说 因为他不方便啦 他障碍啦 他有障碍 我们就会觉得很生气 然后就会不服输 回到那个 自尊和自尊心的那个概念 就是当我们完全接受 有啊我有不行的地方 我有比你厉害的地方 我是障碍者没有错 那有一些部分我还可以做得比你好 如果你可以全能的接纳的时候 旁边用你的障碍来说嘴 你就不会太生气 你就会比较平静 像我那一天遇到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那个下捷运的时候 有一个人挡到我了 然后挡到我的路径 他的东西应该是一台推车 那我为了要下车 我就稍微有碰到他的推车 这个人有点生气 他就说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就想 好啊那我等你好了 可是呢 我感觉他的那个推车并没有在动 可是我还是要下车 那我要下车呢 那个警铃 就是那个关门的铃声又响了 我有点紧张 我就赶快 又稍微挤了一下他的推车 然后就这样下车了 下车以后 到了刷票口 我就听到后面有人 也跟着下车 然后就是刚刚叫我等一下那个人 他就在背后 一直在念念有词 而且有点生气 他就喊着先生先生 本来不知道他在叫我 后来 我一想他一直叫先生 都没有人有回应吧 不然他不会一直叫 我就回头 果然他是在叫我 他就继续说话了 他就说 先生 做爱心是没有错啦 但是你这样子挤人推人 是会推死人的你知道吗 会撞死人 我当然觉得他讲的好夸张 我最好有能力把他撞死 我怎么可能这样碰他一下 就会怎么样 但是他很生气 然后他还讲了前面那一段 做爱心是没错 以前的我会生气 我会觉得问题又不在我 那你好像直指我的障碍有问题 才让你做爱心 可是我那天没有生气 我就把它当成个案 然后当成我收集到一个案例故事 可以来网络跟大家分享 我就想我收集的这个案例还蛮开心的 然后就我后来听他骂两句我就走了 然后那天心情也没有受到影响 我要讲的意思是 当我完全接纳自己的障碍的时候 那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也就会过去了 那透过这个机会也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案例 当我们慢慢的也开始觉得 别人在说我们的障碍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不甘愿 那你就非常棒 那如果我们可以一起来练习 我不是无时无刻都可以这样 那天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我还蛮开心 但也许下次遇到我还是会不开心 那每一次都是一个修炼 那种不甘心的感觉 不甘愿的感觉 如果你意识到了 那我会建议你 你是不是一直都很担心别人看扁你 然后用你的障碍来说 他就是因为障碍着才会怎么样 那种不服输的感觉 如果一直围绕着你 而且让你不断的因为那个不服输 然后去突破自己 其实某个面向还不错 就是我们用自卑的角度去看 因为我觉得不如人 我身体有障碍 所以我可能比不上别人 没有别人那么健康 没有别人那么完整 所以我更努力 也许因为这个努力 然后超越了自己 也做到了很多很多 我们本来意想不到能够做到的事 但是回来关注一下你的心理的感受 你有没有因为这样 然后就发现我经常在忽略自己的需要 忽略自己休息的需要 忽略自己其实真的有一些不方便 然后我需要去求助的需要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真的要好好的跟自己做一点对话 不然你哪一天日积越累 越来越觉得很心酸 然后那个心酸就是 我拼了命 好像都在证明我自己 那到底有什么意义 好来我们往下看 在超越跟为难自己 为难自己这两个面向之间 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 这里给大家一个 我觉得对我来讲 有有意思的一个角度 那个角度呢就叫做 超过你能力 超过你的状态 超过你能够负荷 大概超过5%到10 那超过5%到10 你自己去衡量吧 没有那种客观的数据 告诉你说 那个5%就是你多走5步 叫做5% 没有 我脚不方便 你多用脚走5步 叫做5% 不一定是这样 那就是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可是呢 你也不要过度为难自己 就是比自己的能力 或者生理条件 再多5%到10的努力 这个概念是从心流 那个理论来的 那心流就是让一个人 在一种很舒服的状态 能够达到超越自己的目的 然后做你很喜欢的事 还让你做得很开心 这就是心流 它里面基本上的理论概念 那我就借用它的理论概念 就告诉大家 不要太为难自己 那可以超越自己 没问题 但是超越的时候 麻烦你衡量一下 有没有太为难 那如果太为难的那个标准 你要当参考的话 就跟自己说 我可以多5%到10的努力 再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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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请记得放过自己 我们真的做不到 就接受吧 我看不见 我就真的看不见了 你拿那个画 一张漂亮的画来让我看 我就是看不见了 我就接受吧 因为你为难自己 只会让自己更痛苦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网路上面的一个提问 有一题 很多人在公开的场合 介绍我的时候 都会用生命斗士 立志典范来形容我 亲友之间也经常拿我来 作为教育下一代的活教材 刚开始我还蛮开心的 可是慢慢的听到这样的形容 心里会有些说不出的悲伤感受 我曾经试着告诉大家 我真的没有那么好 他们反而变本加厉的称赞我谦虚 让我更觉得难受 很想脱离这样的角色 但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办 其实 我想很多那个立志的典范 走到最后可能都会有一种 孤单跟寂寞 和心里很冷的感觉 就是 我从小就一直不喜欢 自己变成一个立志的典范 然后当人家说 你就是一个生命斗士 我都赶快逃走 我不想 这种封号在我身上 因为这样子对我来说 真的带着他走 负担很大 那这个提问 其实过去 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 他也曾经 告诉我过 他有这样的一个处境 那也藉由这样的一个提问 来分享给大家 其实 不知不觉当中 这个社会 很喜欢用一些 看起来 好像条件比较不好的人 来激励那一些 好像叫做好手好脚 或者是什么的人 就是我们常会 不知不觉变成别人的典范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 我们自己造成的 就是别人看到 我们哪一些东西 表现得还不错 然后就会把它 拿出来当成 你要看看他 人家那个脚不方便 都可以怎么样 那他听障的朋友 他听不见 他都还可以怎么样 我们不知不觉 变成别人嘴巴里面 用来激励人心的对象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这种感觉 第一个 我要说的是 可能为什么 你会不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慢慢的会发现 他们说的那个你 其实是被美化 跟超人化的你 就是 那根本不是真的你 我们也会有 心情不好的时候 然后人家都说 你看他多阳光 你要跟他学习 然后于是我们就不敢 在别人面前哭 然后就觉得 你这样子怎么得了 我是扮演一个阳光的对象 然后人家都说我很阳光 好 那人家说的根本 就是一个超人的你 不是真实的你 当然我们会感到悲伤 跟难过 那我们好像要去解释什么 那我们好像要去解释什么 你想别人怎么会听啊 你是用来当活教材的 你怎么可以 可以变成一个别人的这个 另外一个方向的证明 说他真的没有那么好 你们可以不用跟他学习 当然很难啊 可是我要说的是 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你能不能真实的去面对 真实的你 让真实的自己去 慢慢的展现在别人面前 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什么样啊 当然你的包袱 偶包越大 这件事情就越难 你如果当 当那个生命斗士当越久 你就很难 变成那个 大家 看到你怎么可以颓废 你就很难做到这件事 所以 很建议 如果这一位朋友 你当斗士的时间还不够久 那恭喜你 你要脱离苦海的时间比较快 你说当斗士的时间比较久 你要脱离苦海的时间 可能要更久 因为你的偶包会很重 那无论 你的斗士时间多久 要说的是 最真实的就是 就是要面对你自己 你可不可以 接受自己 也能有一些 不是符合大家期待的样子 展现在别人的面前 那比你真的去 说服人家 我真的没有那么好 我真的没有那么好 光说 没有办法证明 你就证明给别人看 我真的没有那么好 好 我知道很难 但如果你真的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已经造成困扰 我非常鼓励 为了身心的健康 你就要练习 开始让真实的你 展现在一般的大众面前 可以先从小小的不完美 那个地方开始展现 好 那让大家看到 也不要刻意展现 你很糟糕 这样落差太大 那别人 因为很难接受 好 慢慢的来 你给自己三年的时间吧 也许你花了三年 累积成一个生命的勇者 斗士 我们再花三年 让大家慢慢的看到你回到人间 这也不错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集 下一集 就来到我们的七月了 那到了下半年 下半年我们有一些比较新的规划 好 那会分享一些 跟心理有关系的书以外 那也会 从一些小说 或者一些故事里面 去做一点选材 好 那从心理师的角度 怎么去看这一些 不一定 他直接告诉你是一些 心灵成长的类的这种书 好 那我们从那些故事里面 说不定也可以看到一些 可以切入的角度 可以帮助到大家的观点 那下个月一开始 我们还是谈跟心理类有关系的书 但是这本书应该还蛮畅销的 就是有很多人 也许看过这本书 那这本书叫做 《哈马先生去看心理师》 那我们七月份 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那从心理师的角度 从里面找一些 适合分享给大家的观点 我们就在下个月 空中再跟大家相见 谢谢 谢谢